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这一期iPhone 13 Pro Max和Castify手机壳的开箱 我们先一起来现拆这两个刚收到不久的Castify的手机壳 因为新的手机在我收到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3号 我就已经给拆了 我等一下给你们看那个手机的开箱视频 迫不及待想要先看手机开箱视频的小伙伴们可以拖动进度条 先跳到后面去观看 iPhone 13刚出的时候我刷小红书就各种给我推送Castify的手机壳 我觉得看着是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去官网搜 结果一开始我就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 它居然比苹果官网的手机壳还要贵 就是Castify的手机壳它取决于它的材料和保护力的不同 它一个手机壳大概要60到80每刀不等 但是后来我又成功的被它官网的return policy给吸引了 它的return policy就是说 We promise 100% satisfaction 我就想what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你居然会承诺百分之百的满意度 所以我就决定买来试一试 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好用 因为手机我买的是这次新出的这个Ciarablu远风蓝 我最喜欢蓝色 所以我挑手机壳主要是挑透明的 图案又不要太多的手机壳 因为我觉得如果套上不透明或者是图案特别多的手机壳 就看不出来它是蓝色的了 不过跟我一样会觉得这种稍微跪下一点的透明手机壳 就不太容易会变黄的小伙伴们需要谨慎下单 因为它的官网有说就是它的这个透明手机壳 还是有可能会因为使用习惯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 还是有可能会变黄的 款式方面同一种design的 Kistify的手机壳是可以选择不同材料的 不同保护力度的或者是可以兼容MagSafe的 或者是可以兼容MagSafe的 它这个确实挺硬的 质感不错 挺好的 这个是小熊的 再来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特别火的这个邮票系列的 因为我选的都是这种就是它用回收的旧手机壳做的 这个特别火的这个邮票系列的 所以它的边上都是它会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会就跟普通的不一样 这个拿在手里质感确实是不错 然后我从淘宝还买了一个手机壳 左边是淘宝右边是Kistify 这个淘宝的就会比较软 然后这个Kistify的就会比较硬 真的是 它这一面就是手机板的这一面是硬的 是塑料硬塑料 然后淘宝买的这个20多块钱的这个 就是软塑料 然后它这个边上也是淘宝的会比较软 这个Kistify的会比较硬 总体重量就是肯定是Kistify的 会比淘宝的这个要重一点 这两个手机可我都买的是Ultra Impact 就是加强保护版的 因为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所以就是这么大一个手机如果掉在地上 那它会承受的力肯定是特别大的 就有可能会把它摔个洗 把它冷 所以就选了这种保护力比较强的手机壳 而且就是材料方面 就是我选的是这种 这个手机壳 它有一部分是用Kistify回收的旧手机壳来做的 所以就会比较环保一点 就平时我们用一些东西 可能特别方便我们的生活 但是它并不环保 可是我们又离不开它 所以像这种能够轻易很容易就做到环保的这种事情 我都会我都会去做 就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这两个环保材料 加强保护版的手机可一个是75每道 两个就是150每道 我用了一个可以打85折的折扣码 就可以减掉22块5 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Kistify的折扣码 不过有一些折扣码 它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 但是大家可以用我用的这个 就是录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个折扣码还是轻测有效的 就算买一个也是可以用的 这两个手机壳就刚拆出来吗 还没有用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想要吐槽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手机壳从下单到收获的这个过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漫长 我是收到手机的两天后下单的 也就是10月5号 然后一直到10月16号 这个订单的状态一直都是onhold 然后期间我有发过邮件问Kistify 就说这个状态 这个订单的状态是不是不对啊 为什么它onhold 然后Kistify给的这个回复呢 也就是说啊 这个订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订单量太大了 所以还需要再等一等 然后10月17号 这个订单的状态就更新了 它就变成了in production 还是in processing 反正就是动起来了 但是一直到了22号 才有了这个物流信息 就是发货了这个信息 像我们在淘宝买东西 迟了慢的也就是在几天之后 也就会发货了 也不会等这么久 对吧所以真的是需要等很久 然后发货之后 我就每一天查这个物流信息 然后也是没有什么更新 一直到26号我收到了手机壳 所以这个过程就特别的迷 我看网上很多小伙伴们 也是有相同的经历 但是有可能因为它是新机型的手机壳 所以可能需要等了稍微久一点吧 我套上了这个 刘票小姑娘的 好看 它这个壳子特别紧 因为它很硬 它本身就很硬 然后它又特别紧 所以可能就可以提供比较强的保护力吧 然后它这些孔啊啥的 它做卖这么贵 它应该做得很精准 对然后它这个四个角还有这种蓝色的 就是感觉会更加的防衰 不错 喜欢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新手机 买这个新手机之前 我用的是256GB的iPhone X 其实我觉得除了电池不太行了之外 就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 内存也还有大概30多个G 所以iPhone 13发售的那一天 我就先在纠结 要不要买呢 要不要买呢 然后之后又再纠结 要买256呢 还是买一不一二呢 然后纠结又纠结 到最后就是下单的时候 那个送货日期已经变成了 10月19号到10月26号这个区间 不过最后还是就是提前收到了新手机 就是10月3号就收到了 还没有收到新手机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期待提前收货 我感觉我对画手机这件事吧 没有初中和高中那么兴奋 那么期待了 就是初中高中大概2010年前后吧 就是每一个牌子的手机都各有特色 你像所爱的那个Workman手机 它正面还有那种彩色的亮灯 就当时俘获了我的少女心 还有诺基亚的有一款红色白色相间上下推盖的那个手机 当时那个手机的火爆程度也跟iPhone4的火爆程度也就不相上下 还有诺基亚的N86 N95也是当时就是风靡一时的手机 那个时候要是谁用了时下最爆款的手机 那就是搬上最亮的仔 现在的手机如果黑着屏放在桌子上 你正面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没啥意思经常换手机 就用着顺手不碍事也就行了 所以希望这个新手机iPhone13 Pro Max可以健健康康的再陪我四年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我的新手机居然提前送货了 没想到居然提前了快20天吧 就居然已经发货了 我买的就是这个远风蓝 我最喜欢蓝色了 然后买的是iPhone13 Pro Max 512 那我们来拆一拆看吧 它现在这个盒子好扁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买过手机了 上一个还是这个iPhoneX 那个时候还是有充电插头啥的 现在已经没了 来拆吧 它就这样开吗 好像是 哎呀好久没有买过新手机了 哇哦 She's so beautiful 哎挺好看的这个颜色 哦 这有一点像雾霾蓝 我现在这个 然后要是灯光线比较强的话就是蓝的 但如果光线不太强的话 就是感觉像是雾霾蓝 然后它这个边也是这种亮亮的 感觉还挺好看的 哇哦 It's so beautiful 好重啊 好大 好大一支啊 跟这个iPhoneX比好大 大了好多 开机键是在这里 好看好看 给我还没有买手机壳 都敢用呢 好看好看 哦 哦 It's so beautiful It's so nice 好看 哈罗 哈罗 Konichiwa Kickstart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 谢谢你们啦 你们最好啦你们就是最亮的仔 那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